台大醫院驚爆院內的公務室員工集體感染 一名員工在昨天出現了發燒症狀 採檢之後確認為陽性 同辦公室有36個人 經採檢之後共有10個人是陽性 當中一個人有去過萬華的足跡 讓台大高度戒備 緊急宣布停止所有的常規手術 跟新病人入院及降載門診 並且針對員工的路徑進行採檢 居然在三個地方有採到了病毒 尤其最近公務室還在四樓 進行了這個工程整修 讓台大醫院高度的緊張 現在施工公告的地方 東指四樓是恢復式整修工程 發布日期現在是往後來延遲的 另外台大醫院的副院長王婷貴 也趕緊澄清說 這不是院內感染 染源並非從醫院來的 雙北疫情延燒 如今也入侵台大醫院 現在所在的位置 依舊是在台大醫院的東院區 台大醫院宣布他們的公務工程人員 有人採檢陽性之後 現在整個醫院可以說是提升了整個防疫的措施 就了解5月18號一名公務工程人員 出現發燒症狀 當晚採檢確認陽性 全辦公室36人立刻全數採檢隔離 沒想到近有10人也是陽性 而且其中更有萬華區的足跡 院方表示這說明這起事件並非院內感染 據了解台大東院大樓 樓高15層 地下3層 地下一層為微風美食廣場 地下2層則是停車場及機械房 地下3層也是停車場 而公務室就在這一層 平時就是負責醫院的修繕業務 而為了阻絕疫情 台大醫院已經停止所有常規的手術和新病患入院 非緊急的病人也延期就診 醫院內也進行全院普篩 直到確定環境均為陰性 希望各位有相關症狀的病人 盡量不要到台大的急診過來 因為我們現在急診可能沒有這樣的量能來處理這些病人 只是面對院方的說明 病患及家屬人事相當的緊張 是會擔心 可是因為剛剛新聞才出來 所以還是要等台大醫院他們自己說明 然後回去就是消毒 然後大家口罩都要戴好 店比較嚴 比較嚴一點 會擔心 有一點 對 目前值得注意的是 院方針對員工路徑採檢發現 十處竟有三處有病毒 而且公務室在近期 還在四樓進行了工程維修 這讓台大醫院相當的緊張 院方表示 二十號凌晨十二點到三點 將會再針對上述地方進行大消毒 東新聞 陳仲陽昭 台北 賽訪報導 臺北市本土確診病例激增 市長柯文哲出了下令徵用專責病房和醫護團隊 為了要因應大量的確診者移動 成立專責運輸隊 緊急調派各局處共二十輛的專車投入防疫工作 在防疫專車內部的規劃和相關的防護措施 帶您一起直擊 消防局內廣播通知 準備出任務 本土病例暴增 北市緊急成立專責運輸團隊 協助運載確診者 穿上C級防護衣 戴上N95口罩 醫療手套 最後用膠布緊密黏合 套上防塵頭套 最外層一般口罩和隔離面罩 最後再穿上雨鞋 從頭到腳緊密包覆 不留任何空隙 在防疫專車上加裝了透明布簾 就是要讓駕駛跟確診者進行區隔 那麼在上車部分呢 也有進行分流的管制 駕駛只能走前門 確診者則是走後門 內部也經過改裝 除了駕駛和乘客之間設置遮板 乘客部分採棉花座間隔 一台車只載十位 車上除了一位司機還會配一位高級救護技術員 到定點後親自到家中接確診病患 接到衛生局給了確診資料後 就會依照名單編排行程路線 從18號下午到19號 一共運輸高達9T次79位病患 但行進間不能開冷氣 目前的巴士規格也無法開窗 只能開天窗 除了像這種後送大量確診專案 一共20台民營巴士 在萬華快篩站部分 也有8輛救護車和2輛消防巴士支援 本土疫情嚴峻 站在第一線的醫護消防人員 犧牲奉獻 為國人守住前線 東三新聞 王關章新聞 在台北 採訪報導 國內疫情拉緊爆了 醫療能量卻越來越緊繃 傳出有店家因為害怕感染 不敢送餐到醫院去 這消息出來 立刻有很多店家 自發性在用餐時間 提供各種食物到醫院門口 甚至還有人發起號召 統合願意送餐給醫院餐廳的資訊 製作成一張地圖 給醫護方便訂餐 抱著幾個紙箱往醫院裡面走 這些都是探考三明治 全台疫情升溫 有的業者自發在用餐時間 用摩托車載到醫院門口給醫護享用 另外在宜蘭 也有業者準備一整桌好菜 用便當和分裝送到附近醫院 讓醫護飽餐一頓 民眾這樣自發 除了愛心 也許還因為過去傳出 同樣在宜蘭 曾經有醫護訂飲料 連續打了三家 對方一聽到是要送醫院 全都拒絕 是的 根據我們護理同仁的反應 之前在訂餐 當然為了商家店家的安全 請他們送餐送到醫院門口 我們下來取餐 但是最近這幾天 那有些店家是連送都不願意送過來的 醫院表示能體訓民眾 但醫護訂不到飲料的訊息傳出 平常受醫院照顧的新住民家庭跟愛心人士 立刻攜手各送100杯飲料到羅東聖母醫院和博愛醫院 力挺醫護抗議 因為這樣的情況可能不只宜蘭出現 由民間力量透過粉磚自主發起醫院三餐先鋒隊的活動 我們不是只服務醫生或是護理師 我們希望服務的是更多在醫院裡工作的人們 為了更方便醫護尋找餐廳 除了幫餐廳分區分類 設定出可外送和可供餐的餐廳 自製餐廳地圖 讓加盟的業者一目了然力挺醫護 這個活動目前發起的範圍圍繞在台北和新北 不斷有業者響應 打開留言串 滿滿都是溫暖的店家發言 詢問需要什麼食物 或是自己能提供什麼服務 從早餐 鐵板麵 杯果 麵包 到正餐的根 麵飯 下午茶 咖啡 甜點 業者不藏私 就希望能為台灣防疫第一線盡奮心力 疫情持續升溫 雙北醫療能量相當緊繃 民眾力挺醫療人員 希望能挺過這段艱困時期 東山新聞地方中心綜合報導 好 現在全台灣今天開始升高到三級警戒了 很多民眾就不太敢出門 可不出門怎麼辦 還是要吃飯啊 要買民生用品 現在超商就有備涼香 把白米 麵條和一些乾糧都塞進去裡面 等於說你一次就可以買完所有的必需品 必需品也減少了這個接觸機會 三級警戒後的超商內恐恐蕩蕩 只有幾位民眾正在挑選口罩和防疫物資 而連續五天確診數量累積破千人 更把大家都嚇壞了 基本上就是偶爾出去買一下東西 就趕快回家 很燙啊 連那個護目鏡我都戴上 都盡量不出門就不出門 防疫期間可以不出門就不出門 但是肚子還是得填飽 現在超商就推出了這種居家備涼香 讓你可以宅在家 大家就一戰式購足所有的必備糧食 直接開箱來看看 不管是油 米 罐頭 乾麵和泡麵 統統都有 防疫補給品傳呵呵包在這一箱 超商備涼香更讓不敢出門的民眾 也能囤好糧食備戰防疫 可以選擇到店自取或外送到家 不用再自己出去跑來跑去 就是會比較安全啊 因為它送過來你還是可以消毒啊 當然是不錯的一個一個idea 只是說不曉得它裡面的內容物是什麼 這個偶爾就是應急一下是還好 另一家超商則是直接出了四款防疫套餐 不管是罐頭 麵條 零食 飲料 或是鮮奶泡麵組 兩大超商還和外送平台合作 不只可以無腦採購食材 也可以達到無接觸購物 就方便吧 可是可能還要看一下 它裡面有含什麼東西 有需要才會買 可能就是吃的吧 就是可能民生用品 防疫期間超商備涼組合受歡迎 也再次提醒民眾 目前物資充足 不需搶購囤貨 買的量還是購用為主 東森財經新聞 林文山楊超成 台北採訪報導 台北採訪報導 賞 達 神 神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